那个那个一头往两个处 刚是处 洞穴深处真的藏着妖怪吗 那个有没有妖怪 据当地老者介绍 那个他是人通通 那还想我摔摸你 装着你想他 事不容易轻 装着你清不清楚 这里是位于重庆奉洁 一处深山之中 叫麻窝天空 藏着一个看似毫不其然的 竖井洞穴 来丢个石头听一下 独立神匠深入其中 真的会遇到可怕的妖怪吗 今天又是一个人户外探索 在我的前方这边有一个天空 叫麻窝天空 参观这个老人说 里面有妖怪 还能喷出彩虹来 也就是说他这个里面 是肯定很深的 而且有水 有没有妖怪的 这个我有点不太相信 这里是有一个小洞 我们还是去麻窝天坑吧 这里找一个石头 先丢一下 高下有多深 哎哟 这是一个大石头 有没有人 丢石头了哟 在这个位置就很明显看得出这个麻窝天坑 这里是一个凹草斜坡下去 它的洞道是从里面走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因为从这个上面下来的话 我担心绳索不够 这边我们就从这里走下去 在下面去做一个点 节约绳索啊 我尽可能的往下面走一下 因为我今天只带了100米绳子过来啊 因为这里距离我老家很近 如果说今天干不下去的话 可以明天再来 带更多的绳索 过来继续探索 在这个位置呢 我可以找个更大的石头丢下去 要不要把我面前这个搞下去 搞得动 哎哟 好像可以 这水有点大哟 有点大哟 哎哟 搞不动 一个时候完全焊不动它 这下就能看到这个天坑口了 这个下方 在这个位置呢 再找个石头丢一下 哇这是天坑的口面 来了丢石头 这个下面好像是个毯子口 来丢个石头踢一下 一直没有听到声音 不知道挪到哪里去了啊 第一个点的位置下来之后 发现这里还去的有10墙 我得不去 这有点不可思议啊 在这个坑口边上去了有10墙 然后在这里 看这里像不像一个猫的脚印 非常的形象啊 然后我这边就可以继续下降了 我要去看一下这个天坑到底有多深 从这边过来大概有5米的样子 这边是一堵小石墙 这边是一个斜坡 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第一个平台 我接着往边上走 寻找下一个下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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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个石头盖下去 这里又是一个斜坡平台 这里又一个平台 这里又一个平台 然后下去之后还有一个平台 然后下去之后还有一个平台 接着继续往下面走 那么我在这里做个点 我们刚刚丢了一个石头 你看装在那个上面去了 难怪它没有下底 这边有一个小动道 但是不知道这个地方深不深 这个位置不好去 我们就算了 接着往下面走啊 从上面的这个位置下来 到我脚下的这个位置是第三个平台 第三个平台下去呢 这边还有一个更深的动道 我们要到这个边缘 继续看一下 在这个位置丢个石头吧 感觉下面有一个平动道 往里面穿走了 就是继续下降 去看一下这个平动道 这边全是一种沉积岩 你看到没有 在那个上面也有一个动枪 而且这个下面呢 还有大概30米 就能到达这个坑里的一个平台 在其他地方可能有动道 继续深入 而且这个地方呢 非常的不好打底 因为它是沉积岩 每一块石头都可能会松掉 而且你要选择一个 合适的石头去打点 因为是独立一个人探索 这个马挝天坑 但凡一个点的话 我可能就回不去了 所以说每一个点 都要必须的小心 再小心 特别的小心 而且在这边有一个动道 这个上面有一个动道 但是那个位置是去不了的 因为全是沉积了 横切打点都是打不过去的 那么我们只能到这个坑底去看一下 在我的下方就是最后一段距离 就能到达这个坑底了 但是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动道 接着进去下降 下去看一下就知道 当然这每一段都是完全复辟的 也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安全到达坑底 要说这一段不高吧 下来还是有大概二三十米 在这边上有很多小洞穴 然后绳子下来的话 一百米的话就剩下了这么一丢丢 把这些开心工具丢在这里 我们找一下这边有没有动道 这个位置是没有动道 这里是完全是沉积的一些泥沙土 这个位置是一个扁缝 我们向上走一下 看一下这个位置有没有动道 下面有很多竹子树枝落下来了 因为它是距离坑口边都是树林子 这个位置貌似也没有动 这就是完全的泥土覆盖了这个地方 你看这边 这些新痕迹的石头都是我丢下来的 这个石头是我丢的一个大石头 这边帽子没有动道 这里有很大一个树桩 这不知道是个什么树 然后这个坑下来就没有了 完了 巴比扣了 站在这个位置还能看到坑口的光亮 老年人说这里曾经是能够丢死的听到水的声音 可能就是上面下雨 然后沉积了一些水 没有消掉的水 然后就见到这个石头掉下来 见到这个水里面 就听起来是下面有一个大水塘 但是现在因为长时间没有下雨 所以这个水塘也没有了 我们现在开始回撤吧 从这个麻花天坑下面撤回来了 收掉了100米绳子 然后拆掉这一个点 装上了我的绳子 就可以撤了 我是从这个上面走下来 走了这个天坑的边缘来的 这样情况下 如果从这个上面算下来的话 从这个边缘的地方算下来 下去还是有100米的样子 相当于说这个麻花天坑的 就探了个寂寞 下去 100米的绳子还剩了几米 就到底了 而且下面没有任何的动道 那么撤吧 回家了 它有动道就有动道 没有动道就没有动道 主要打造的就是一个真实 你们可能都会觉得探了个寂寞 但是我觉得做一个真实的探动主播很重要 它确实就是这样子 不深 因为没有人下去过 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深 那也只能下去一探究竟才知道 那么本期视频呢 就拍摄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 想看更多探险视频 记得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